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讲讲 这个,这么多针对俄罗斯的处罚 这么多的这个 应该是叫 禁止俄罗斯使用各种东西吧 这么多公司都上来说我要处罚你 我要这个,给你做各种各样的禁止 禁止,对吧 哪个管用啊 哪个或者说哪一个会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里头前的SWIFT到底怎么样 这个事儿咱们就不研究了啊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说过了啊 SWIFT禁止了以后 俄罗斯到底怎么样 这个,其实我们在这讲说 俄罗斯被处罚了以后 这个事儿会怎么样呢 总是觉得有点远啊 咱们就想着万一这个事儿发生在天朝会怎么样 对吧 那现错面呢 比如说这个麦当劳说我继续给俄罗斯供货啊 这个事儿麦当劳被大家群起供知 对吧 可口可乐说我继续给俄罗斯供货 可口可乐被群起而供知 这个 前面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叫做英特尔啊 这些芯片厂数 我不给俄罗斯供货了 这个事儿啊 其实不会有马上力感见效果 为什么呢 就算你没有新的CPU呢 你已经装在人家电脑上CPU 正在跑的这些CPU呢 你其实是不需要维护的 它就可以继续跑下去 对吧 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像什么Cocera 是要我去禁止俄罗斯 对吧 大家不要在俄罗斯的那个 这个土地上用Cocera的这种 叫做什么 叫教学嘛 网课 不要开网课 那就不开呗 你这等于是让俄罗斯人可以 更好的给学生洗脑嘛 然后呢 他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教授的课程 全取消掉啊 说我不允许俄罗斯的教授在我这教课 这个事儿呢 也很讨厌啊 这个这些人 你不确定他到底是支持普京的 还是反战的 反正他就是我都给你取消掉了 这个呢 其实对于本管是俄罗斯也好 或者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也好 都无所谓 苹果说我不卖给俄罗斯东西了 这个 这个事情呢 这个俄罗斯人就拍个视频 说我把苹果砸了 拿个iPad平了旁了 拿个锤子把他砸了 对吧 说我们不怕 这个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离了苹果又怎么样 其实中国是苹果退出过中国市场 对吧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iPhone啊 那个时候是苹果捐渐机 然后退出 然后后来有iPhone以后 他又重新回来了 这个 所以有没有苹果这个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 但是呢 比如说Apple Pay和Google Pay一取消了 说我不让你用了 这个呢 是挺讨厌的 或者说谷歌的一些服务取消了 这个事很讨厌的 看那样子呢 就是谷歌原来在俄罗斯是可以用的 一下给他都取消掉 说谷歌服务不对 你开放了 然后呢 这个 不给你用谷歌地图 不给你用谷歌配 不给你用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呢 是会有很大影响啊 这个Apple Pay 也会有一定影响 但我没到明白 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 会用Apple Pay和Google Pay 国内呢 是Apple Pay可以使 Google Pay压根都没进来 但是Apple Pay占的那个比重 非常非常非常小 对吧 我呢 是曾经用过一段时间Apple Pay 你像那个苹果手表啊 我也使过 这个Apple Pay 去尝试过 但是呢 就能用 能支持它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现在国内基本上都是这个支付宝和微信 就没有Apple Pay什么事 其他的什么华为Pay啊 小米Pay啊 这个呢 反正大家也推啊 也没推起来 然后这个数字人民币支付 我基本上没见过啊 没有看到哪可以用这东西 所以呢 这个Apple Pay 如果它原来占的比重高的话 确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所以很多人跑去挤兑现金嘛 但道理说就是我这个钱 记得我的账上是没问题的 对吧 那么你现在搞成这样的 甭管卢布跌成什么样 对吧 他也把现金揣在兜里 他才放心 这个事是一个有影响的事 再其他的啊 比如说啊 我的各种什么 Facebook呀 各种什么这种平台啊 我说我把俄罗斯关掉 这个其实你不就是在帮他建GFW吗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对吧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帮助他的方法 或者说不是一个这个 让事情变得更好的方法啊 你像咱那压根就没有 Facebook是什么 没听说过 推特是什么 没听说过 YouTube呢 也没听说过 对吧 Netflix是什么 不知道 对吧 这样的情况下 那你说你封他干嘛 你封了他以后 他就更封闭 对吧 像咱们这一样 那这个事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事是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我觉得会起到反作用 你更是应该让俄罗斯人 让俄罗斯年轻人 看到所有的这些服务 这个迪斯尼也好 Netflix也好 Facebook Instagram什么这些东西 都要让他看到 你要让他知道 世界在说什么 这个才是对这个事有好处的 你不要说 那个人家还没封你 俄罗斯还没说 我要建GFW 你自己先把他关掉 这个事是比较二的 但具体是怎么关的 这个事 我其实没有太闹明白 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关的 我没太闹明白 然后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我上一期视频里讲过 这个 德国汉堡 大概是扣了一条6亿美金的 这个 俄罗斯富豪的这个船 今天呢 一个德国的一个博主 出来讲 他说这个事呢 是德国还是很讲规矩的 对吧 德国说了 我们制裁 是制裁 俄罗斯 以及普京旺下的26个人 这26个人是有名单的 然后他们是支持这件事情 或者我们认为他应该受到制裁 然后呢 这个 并不是没收了他的船 这个被扣的这个 这个富翁肯定是在这个名单里面 而是呢 扣押了 就是这个船 我们要把它扣下来 等以后你能把它说明白了 或者怎么样了 然后咱们再说以后怎么办 而且这个船现在其实还是你的 只是你没有办法去 移动这个船 没有办法去处置这个船上的资产 所以呢 就是他在跟我们讲说 他们是很理智的 这个让我们传这个话的时候呢 也那个什么一点 留点口德 那我今天也纠正一下这个事情 而且呢 那个家伙是说 他是个在中国做内容的一个德国人 对吧 然后呢 他说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来问候我的全家吗 这事跟我又没啥关系 对吧 这个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口下留德 今天最主要讲的不是这个 就是我觉得真正管用的 对这个处罚是对俄罗斯整个是有影响的 或者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的 是什么 是Oracle 是Oracle Oracle说我要处罚你 然后呢 我停止在那边销售 然后停止所有服务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个Oracle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听我节目的人是技术人员 你应该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对吧 如果你不是的话 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服务软件啊 叫Oracle 或者我们管它叫Oracle Database Server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软件 这个软件呢 就是你一般情况下在哪用这个东西 咱们以国内为例吧 俄罗斯咱们不太知道啊 但我估计应该跟咱们差不太多 以国内为例呢 什么阿里腾讯是不会用这玩的啊 这个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很少有用这个东西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跟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 呃 需求是反的 这个Oracle这种东西呢 它是叫关系型数据库 它会可以处理非常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 哎 比如说这个 他们管这一个呃 一个实体 比如说我们现在叫一鼠标啊 一共有多少个鼠标 鼠标就算是一个实体 然后呢 我这儿价里比如说有十只鼠标 那么我可能建一个实体库 然后呢 这就是把十个鼠标都录入进去 对吧 第一个鼠标叫逻辑什么什么 第二个鼠标叫逻辑什么什么 第三个鼠标是小米什么什么 第四个鼠标可能是苹果什么什么 对吧 它是这样的 然后呢 像Oracle这种数据库里头呢 它可能经常是 就是比如说像银行啊 保险公司啊 电信公司啊 这种地方来用 对吧 它呢一下给你整个这个 几十万种啊 不是几十万条啊 是几十万种的实体 比如说我有鼠标是一个实体 然后呢 键盘是一个实体 电脑是一个实体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椅子是一个实体 对吧 它这种不同的实体在一起 然后它给你几十万种 几百万种 然后组合在一起 然后进行这个存储 啊 检索啊 排序 过滤和各种运算 啊 干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用 这个像一般用Oracle管理的数据库呢 就是它的数据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是绝对不会像互联网 它的那个数据那么多 对吧 就是它咱们说多是什么呢 就是调数多 这个你比如说 哎 我们现在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 然后呢 推特也会在数据库里系一下 但是它用的那个数据库就比较简单 他们要求的是什么 就是速度要快 读写都要特别快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每一个这个啊 表都很短 像刚才我们讲的鼠标 比如说啊 它这一个一个表里有多少个字段啊 就是说我们通过多少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字啊 来自多少个不同的方向 来去说明这个鼠标 比如说呃大小长宽高 然后这个颜色形状 对吧 然后各种功能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叫字段 就是我们这是一只鼠标 首先它有一号对吧 一号鼠标 然后呢 品牌是什么 哪天买了多少钱 然后是充电的 还是这个用电池的 是有线的 是无线的 是蓝牙的 还是什么的 然后可以接受啊 多数个设备 比如这个它就可以接受三个设备 对吧 那么是不是有人体工学 然后有有哪些功能 然后这些东西 像oracle他们做的很多这样的数据库呢 就是啊 一个表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个这个属性进行描述 然后呢 这个它又是几十万个表 但是它总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大 就是说我一个鼠标算一条记录 这个数据量不是特别大 可能也就是几百万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够了 当然也有大的啊 有这种几千万上亿的也有 但是像数据 互联网用的那种呢 都是反过来的 就是它要求低 这个实体很少 就算几百个实体就算多的了啊 这个就是几百张表算多的了 然后每张表都不太不太长 就是比如说我们发一条推特 那么它比如说记录我是谁 姓名年龄什么就记完了 可能这个或者说你的这个 就是它可能有个十几二十个字段到头了 它这个东西呢 就会就是表也很短 然后表的数量也很小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数据量很大 对吧 它有它有可能几亿个用户 然后呢 每天可能发这个几百亿 几千亿个动作在里头 然后这个东西它很快 而且它要求反应速度快 所以这个 就是互联网用的这个 这个数据库系统跟这个 银行保险公司用的这个 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银行保险公司用的那个 就是可能几百个不同的实体 或者几万个不同的实体 几十万个不同的实体 然后每一个实体里头 可能几百上千个字段 然后呢 它里头有非常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 相互对应 这个事是他们喜欢干的 Oracle特别适合干这个事情 特别适合干这个事情 像中国啊 要我了解的 就是他们管这个系统 叫IOE系统 什么呢 IBM的机器 就是小型机 是IBM的 O呢 是你的数据库存在Oracle里 E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数据存储呢 是使用EMC的这个 这个数据存储阵列啊 或者说叫叫硬盘阵列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可能是SSD阵列 对吧 用这样的这个存储技术 来把它存起来 就是以前的咱们的这个银行系统啊 保险公司系统啊 医院系统啊 还有各种大的这种工厂的管理系统啊 这个包括这个什么中石油中石化 对吧 包括这个 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电信公司 比如咱们的什么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使用的系统都是IOE系统 然后IOE系统里 他这个Oracle你是躲不掉的 你必须要用 对吧 这个里头 那你说没有人跟他竞争吧 有啊 这个里头比如说在大型数据库里头 Oracle IBM自己出的产品叫DB2 然后呢 这个再加上这个 微软出的叫Microsoft SQL Service SQL Server SQL Server 但是微软的这个其实用的不是很多啊 因为微软的服务器没法去上那个大型的服务器 他必须上Windows服务器 对吧 所以他那个用户量没有那么大 这个真正用的最多的实际上只有Oracle 就是Oracle是一直独秀 现在什么DB2啊 还有像什么Sybase啊 什么Inframix啊 什么Inframix可能都挂掉了 就这些数据库厂上 这个就这些其他的那些就是用户量都很小 用户量都非常少 大部分的人就只会用Oracle 因为他确实是很方便 然后功能非常强大 对吧 而且就是当你进行这么复杂的这个逻辑运算的时候 他速度还很快 这个就是Oracle要干的事 这个当OK 今天我们还是说制裁的事 咱们说的有点远 刚才咱们讲了 CPU啊 Intel CPU说我今天不供给你货了 那没关系 你已经卖给我的 我可以接着跑 这事没毛病 对吧 那Oracle这种东西是很麻烦的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信息系统 对吧 你这个它分几块 第一块呢 就是说 你已经开发好的系统在这跑了 对吧 那么开发的人员 其实你确实不再需要他了 然后Oracle呢 你也买了license了 然后他也可以正常运转 也没问题了 然后再往后 还有什么人也需要跟他打交呢 我有一种人叫DBA 叫数据库管理员 叫Database Administrator 这些人是需要跟Oracle打交的 需要进去去调试各种数据 需要去做这个性能优化 需要去排出贵准故障 对吧 那么这些人 如果他没有Oracle公司的直接的支持和帮助的话 他就会少一条腿 对吧 他就会跛脚前行 这个事就会变得很痛苦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事呢 比如说你真的是这个需要 这个Oracle去帮你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有一些这个Bug 你发现了一些问题 你需要Oracle来帮你解决了 那么现在Oracle说我不给你服务了 那就有可能会瘫痪 而且瘫痪的都不是网站啊 都不是什么阿里京东 什么这个什么腾讯微信那种东西都不会用 因为他不使得玩 对吧 腾讯瘫痪的就是什么银行 报线公司 医院 什么电信 什么这个大型工厂 核电站 对吧 核电站很多的那个 我见过那种核电站的管理系统 全都是Oracle线 对吧 这个这个东西一旦是说我不给你服务了 我不给你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了 那么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到现在为止 咱们国内 咱们说用各种替代方案啊 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这个 咱们有这个说 OK 我不用你IBM的机器 对吧 现在其实IOE这件事情啊 这个I和E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替代了 像互联网化就是从这个咱们叫阿里后来搞这个互联网化以后 就是他们一直在喊叫替代IOE替代IOE 阿里最早也是Oracle 对吧 他们后来一直喊替换IOE 然后呢 后来基本上是换掉 对吧 这个换掉了以后呢 这个就这个I基本上是被什么东西换掉了 是叫云主机啊 云主机基本上替换掉了I 那么现在咱们国内用的呢 比如说用这个呃 甭管你是用这个联想的浪潮的 还是说OK 我没有什么牌子 但是呢 我就可以装上去就可以用啊 这事是没问题的 哪怕没有英特尔的CPU 对吧 咱们还可以用ARM的CPU 比如说用这个阿里自己做的平头哥 对吧 这个 这个你做的出来就行 但是这个 这个其实问题不是那么大啊 因为呢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 放在云主机里的这种ARM CPU啊 没有不需要那个先进制程 就是你是 14纳米 什么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用的 你做的大点 做的笨点 多发点热 这个事儿没什么太大关系 并不是放在手机里的 对吧 我最多都多给你加个风扇 对吧 多给你这个靠点电 这个事儿没关系 这个事儿咱们其实已经可以替换了 然后操作系统呢 反正我们有这个 叫做什么Linux 对吧 有开源的 哪怕说你不让我用了 那我就拿以前拷贝下来的 我还可以接着使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对吧 这个 现在替不掉的啊 E呢 其实也很简单 E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靠 虚拟化了啊 都是都是这个 放在云端 所以呢 这个EMC其实用的也没有那么多了啊 EMC用的也没有那么多了 那么现在就是就是这个欧啊 去不掉 因为呢 他这种功能设计啊 就是刚才我浪费了很多口舌来讲 什么时候要用欧啊 就是这种功能设计呢 在这个 其他的这种 就是我们给互联网用的这些数据库上 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是他也能实现 不是说实现不了 你比如说我用互联网上用的很多数据库 像什么买Seql啊 叫Postgre Seql啊 什么这种东西呢 不是说我实现不了这些功能 那也能实现 但是当你的复杂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说他还能跑吗 其实也还能跑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在于就是说 习惯或者说这个会去做这个 Orako处理那些事情的人啊 就是这种特别复杂的 这个逻辑 这个相关配比的这些人呢 他就会有Orako 他被Orako训练过了 然后你让他换一个工具 换一个平台 他不会舍 对吧 而且以前的那个代码 他是迁移不过来的 你比如说Orako 他这个当我有很复杂的这种逻辑运算的时候 那么这个这种逻辑运算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说一加一等一二 或者三加四等一什么 不是这些东西啊 就像我们以前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我需要从几百张表里 他把数据取出来 取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算一个什么指数 然后拿这个东西再去排个序 然后呢 再去搞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如果在这个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互联网数据库里头去做呢 他是可以实现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实现 但是呢 极慢 而且特别容易崩啊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内存结构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他不是为这玩意设计 你也可以实现 不是不是不可以实现 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写下来 但Oracle是怎么办呢 就是他我们那时候写一种东西叫存储过程 叫做procedure 大概是怎么念吧 因为我的英文反正不好 大概这个就是你就凑合听吧 这种存储过程是干嘛呢 就是说 我用Oracle自己的这种叫PLC code的这种语言 后来呢 Oracle可能可以直接写Java 写在这个东西 然后是这个东西是运行在Oracle自己的服务器上 你可以在那边直接运行 然后呢 他这样的话就跟这个数据库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同一个内存区间里头去跑 这个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需要进行这个什么权限验证啊 不需要进行这个网络通讯啊 什么都不需要 对吧 他可以看这样的事情 这个速度就非常快 而且他内部呢 有很多的机制来帮你来提高速度 然后减少这个内存占用 这个事他其实做的非常好 因为人家就专门研究这件事 对吧 研究这么多年了 然后这么多人啊 就是我们也培养了很多很多的程序员 来去处理相关的事宜 但是这些人呢 都是被Oracle训练的 就是我就会这一套 你让我换一个东西我不会了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这个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啊 这个 前面我也讲过 中国政府希望所有的东西呢 都有东西可替换啊 一旦别人卡我脖子了 我们都能换 现在呢 从俄罗斯这个被卡脖子的状态来看 这个里头啊 唯一咱们现在换不掉的就是Oracle 这个事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如果我说 今天我们中国人研究出了一种新的这个数据库啊 可以替换Oracle 这个事其实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有这么多开源的数据库 我们也一直在拿这个东西改来改去 这个可以替换啊 没问题啊 但是替换完了以后呢 对吧 替换完了以后 谁会用呢 谁也不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写原来那些应用的人就会写Oracle 然后呢 你就算说啊 我现在开始重新培训啊 你们就要 这个东西甭管好不好使吧 你们就要去学啊 就要去培训 就要去训练 你就一定要去 用咱们国产的数据库系统去写这个应用 假设是这样的 那你比如说我们又培训了这个 这个可能几万名的这个程序员啊 然后可能用个一两年的时间 把它们培训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是你需要把原来的这个这个系统重新替换掉 对吧 你不能等人打仗了 然后等人卡你脖子了 你再去换对吧 你一定要现在就把它换掉 那这个过程呢 那这个过程呢 又是 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成本你要花进去 你要重新的去吸引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还要在这个过程中 面临面对各种各样的bug 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误 这个事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因为oracle之所以大家会去买它 它就是它的bug少啊 对吧 这么复杂的问题 它处理完了以后 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少 而且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考这个oracle证书 oracle是证书是很值钱的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你去考这个oracle的那个 dba的各种证书 如果你都考完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移民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当然现在我不知道 前几年是这样 很多国家就是你把全套的oracle证书都考下来 他说你们来 这个咱们讲啊 这个是哪些证书是可以考了可以去的 那个什么啊 IBM是有一整套证书的啊 这个事呢 但是没有那么值钱 因为用IBM的人也挺值钱 但是IBM毕竟少嘛 没有那么多人用 对吧 它还是有替换的 比如说我不买IBM的小机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一般说 咱们现在使用的电脑叫V机啊 甭管是笔记本啊 还是台式机都是叫V型电脑 小型电脑啊 或者说这种叫大型电脑 叫mainframe 这种东西才是这个银行里头用的东西啊 他们不是用咱们这种机器的 他们的比如说IBM的啊 现在的考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 因为他没有那么值钱 用的人少 这个 当然还有人跟他竞争 比如惠普啊 然后也做这种小型机 然后呢 还有这个散 就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散 就太阳公司 他们也是做这种小型机 做的也还很不错啊 但是没有IBM做的好 这块肯定IBM是一直独秀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刚才咱们讲 EMC其实也是有一套证书的啊 就是说你去专门做这个存储公司 也有一套证书 Cisco有一套证书 那套证书还是比较值钱的 Cisco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路由器啊 网络路由器 他们有一套证书 然后微软这个证书呢 以前实行过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应该没人玩了 这个因为被烤烂了 就是太多人去烤的东西了 因为他比较容易 这个 但是现在呢 这个微软证书 可能就是你到公司去应聘 那种IT工程师可能会用 其他的可能真的用不太着 然后其他的这个 现在我们知道的啊 就是比较值钱啊 然后你可以去考 然后比较值钱的证书呢 就是Oroco这套证书 像再往其他的 比如Unity什么这些东西呢 他不是考证书的 就是我学学过 然后你就上手干就行 对吧 那个东西不是说 我有个证书就能干 Oroco是这种就是 他这个证书还是比较值钱 他会看你的证书 这个后面 比如说我们在整一套课程 说国产数据库啊 叫甭管叫什么什么DB 其实有这套国产数据库啊 但是呢都 就是说做出来了 然后就完了 就没人使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的推广的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对吧 你需要那么多人去学 然后你需要把人原来写好的系统 重新替换 你还不要说写好的系统 重新替换吧 就是今天我要写一个新的系统 他出去投标去 他都投不上 对吧 人家说我要用Oroco 我不要用你这个东西 对吧 哪怕说有那个个别的说 那个被这个猪油蒙了心的 对吧 说我要用DB2 就是IPM的那个数据库 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 那个东西非常好 IPM的DB2的那个数据库系统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 也很多的这个 全世界很多这个大型企业 在用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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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当他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生态环境啊 就是Oroco本身的这个 你想有这么多DBA 有这么多人考了证书的人 然后他有一个巨大的生态 你DB2用的人就少 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个案子 是DB2的 那还痛哭死我了 各种资料找不着 对吧 这个因为用的人少嘛 这个事他就他整个的社区 整个的这个生态 就会变得比较差 就Oroco是整个这个数据库 生态里的做的最好的一个 哎 这个这个 国内呢 反正就是啊 你就算做出来了啊 新的项目招投标 你也招不上 然后就算招上了 这个你还需要这个 就是你最后做出来以后 这个出问题的概率 会比那个Oroco的大得多 就我就原来碰到过这种事 有一个团队也不怎么狗猪油蒙心了 对吧 他买的是这个 这个散的小鸡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太阳公司的小型计算机啊 也挺好的 那个机器其实非常好 然后你买Oroco就完了呗 然后呢 这种就是他后来也是这个 有人去很努力的攻关了 他买了IBM的DB2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个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就是这个大家这帮销售呢 都是上去给请客吃饭吧 咱们就说请客吃饭 咱不说别的了啊 就请客吃饭 然后呢大家都得给面子 对吧 那你你说我已经把面子给了散的人了 对吧 这个他小鸡我买的他们家的了 或者我比如说我买了惠普家的了 那这个IBM的这个客 这个酒我也喝了 对吧 这个不能一点面子不给 那算了 数据库归你吧 对吧 Oroco的这个 那天这个请我去喝酒的时候 那个 这个这个请的这个 这个这个陪酒的姑娘不够漂亮 对吧 那我就没有给他 而假设是这样的 那他就就中国的各种这个采购单里头 就这种各种奇葩搭配特别多 但是搭配完了以后呢 你就给这个写程序的人惹麻烦 那个最后那个写程序的人 这就一堆bug你解决不了 对吧 解决不了怎么办 你就要去找人去 比如说IBM的 你要去找IBM的人回来说 哎 这个DB2为什么在散上有这样的一个bug 解决不了呢 然后那个IBM的人也是生无可恋 对吧 说我们DB2基本上只在IBM的主机上跑 对吧 基本上就不到散的主机上来跑 然后这些bug我们也没遇到过 对吧 然后你去问这个散的人说 你这为什么有问题 然后散的人也一脸苦 对吧 说我这个 这个我们这上头基本上就是跑Oracle 然后其他的也没跑过 对吧 你的问题好奇怪 对吧 你这个问题很好 他这个事就会很痛苦 但是在国内呢 就是这个决定大家选行的 其实这个原因都很奇葩嘛 所以就没法整 等你以后说哎 我必须要用中国的这个东西再做一遍 也未必选不上啊 就是有些人说我实在是有钱 需要洗钱了 他们会选择中国的数据库系统 把这个项目再重做一下 但是做完了以后呢 就别出事 对吧 一旦出事了 就是各种崩给你看 对吧 我死给你看看 这个事一定是这样 不是说咱们妄自菲 我说中国人做的不好啊 也不是说中国人不够粗命啊 中国人啊 足够努力足够勤奋 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比欧尔库还要多 对吧 咱也比他粗命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欧尔库自己可能也很多华人工程师写的 但是有一点啊 人家积累了这么多年 不是白来的 对吧 你说你能比他粗命到哪去 你说我一点都不需要积累 从头开始做 我就做的比你好 然后所有的这些这个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积累 二三十年或者三四十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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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这个各种各样的bug 人家全见过 对吧 你没见过 你从头开始干 这事 你说这个各种bug 那个你到你这就不出了吗 这不开玩笑吗 对吧 所以后边没准大家会重新洗一遍钱啊 就是再做一次巨大的这个这个叫社会资源浪费 这个事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咱们讲一圈啊 咱们回到主题上来 就是各种各样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处罚和这些东西 真正有效果的就是Oracle 这个东西是非常恐怖的 然后一旦这个Oracle上来以后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所有的境内的大型的业务系统啊 银行的保险公司的这个包括这个呃电信公司的这个就是医院的大型工厂的包括核电站的啊 因为我见过核电站管理系统也是Oracle写的 那么这些东西 就都是上了定时炸弹了啊 都是上了定时炸弹了 一旦出了大型的bug啊 出了大型的这个问题 他自己处理不了 然后呢 厂家也不给你进行支持和服务了 那么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你可能会面临着这种大范围的停机 对吧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这个事情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咱们用的量比他多 可能几百上千倍 对吧 很多很多系统在这样的在跑起来 咱们当然这个中国人考的OracleDBA的这个证书也很多 但是当你遇到了一些很特殊的情况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原厂支持了 对吧 这个你没有原厂支持 很多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如果哪天咱们也被制裁了 那么这一块是搞不定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个死结啊 这个东西是个死结 彻底没法整 这个就算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个替代系统去替代它 中国可能也花了钱去研究这个替代系统 但是没有任何用啊 没有任何用 您想把国内的所有的这个用Oracle 用Oracle的系统 用IOE的系统全换掉 这个事极痛苦啊 需要花大量的钱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咱们从可能这个90年代啊 或者是2000年开始到现在 这么多年来建设的所有的IT投入资金 你需要重花一遍 这个事谁敢啊 你可能你你如果不花的话 这个事他就没法整啊 这个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啊 咱们到现在也也不太整不好整这个事啊 最后呢 我们来讲讲这个掐脖子的问题啊 这个曾经有就是挺多人的 在我的这个留言里头再去谈这个问题啊 就是掐脖子 说人家我们不能被人掐脖子啊 哪个东西掐脖子 我一定要自己做一套 对吧 那你为什么不退回去南庚女支呢 对吧 你自己种粮食 自己织布 然后自己做一身衣服 然后自己做一双鞋 我谁都不求行不行啊 这个人类整个的社会发展 或者生产力发展是以什么为基础呢 这个基础就是 我们的社会分工合作越来越明确 然后呢 这个可以用更多的人啊 一起来配合往前走 这个每一个人只做其中一小块 或者每一个国家只有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才是整个社会在前进的一个基础 对吧 我每一个人都围起围起成长来 自己再来做大网 然后我全都自己自足 我全产业链 每个东西我都要自己生产 这个东西没有 不行 我要自己生产 那个东西没有 我要自己生产 这个矿仓没有 算了 我出去打一仗 我把它打下来吧 对吧 这个这个行吗 这样 我们不应该追求说这个这个全球化吧 这个大家这个你生产光刻机 我我设计芯片 然后他这个台湾把这个这个台湾地区 或者台湾省把这个芯片做出来 然后呢 再拿回中国来做手机 印度人你去设计设计你们的手机 或者到印度好好卖一卖 然后交给中国的工厂来生产 不就完事了吗 这是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啊 对吧 我们真的需要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来一遍吗 刚才我也讲了这个里头 就是咱们所有的IT系统啊 其他的那个系统我不懂 咱们不知道 咱们不说 所有的IT系统里头 最痛苦的就是Oracle 虽然这个东西在互联网里基本上不用啊 但是所有传统的这个业务系统全是这玩意儿 对吧 而且还有什么 就是说所有的维护人员 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系统的这个这个操作人员 都是被Oracle系统训练的 他就会这个东西 他其他东西他不会 这个时候你想替换他 你不要说我开发这个东西有多痛苦 对吧 你还要重新培养整个的生态环境 然后呢 你再把它替换掉 然后再整个重新弄一遍 这个事儿 俄罗斯没准都能干掉 因为他用的少 对吧 咱这还真没戏 也不叫没戏吧 或者说这个 就像刚才我说的 从2000年到现在 所有的IT投入 整个再花一遍 甚至可能还要花两三倍 然后呢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 讲到这儿呢 还是最终咱们还是说这个世界和平吧 对吧 谁也不要去受制裁 这个大家都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 都好好活着 这个 这个我们也不要去做平替 啊 这个 这个很多这种平替的这个事儿呢 是国内的很多科研研所和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你让他去研究新东西 他研究不出来 他就惦记靠这玩意去骗国家的钱 对吧 这个事儿 咱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啊 我就我就真看不上他 他就是靠这玩意骗钱 骗完了钱以后呢 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垃圾 也是拿人开源系统改来改去 然后搁那搁着 啊 这个我我哪天我真给大家讲说哪个数据库都干嘛使了 然后有什么特性这个事儿 就是我也愿意给大家讲 但是那个我估计会把大部分人讲跑的会劝退的 哎 这个这个以后这个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给大家讲这个也挺好玩的 啊 好啊 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啊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